字幕-335-8 喂喂 哈囉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2日 呼呼 大家都知道的啦 肯定是收了屎 才會懸掛風球 至於你想明天繼續掛 不用上班的話 大家都還記得 王子華其中的一出,颱風馮馮,即是吹到馮馮的聲音,熱帶氣旋,即將抵講,但是到最後呢,呵呵,即是當你六點一醒,昨晚玩到興奮奮的時候,打了不知多少圈麻雀,到最後,所有風球除下,我奉勸大家,今早,不是今早,是今晚,早點睡,以免又出現Monday syndrome,星期一症候群, 話說,即是想不到,之前就在說什麼,英國汽油,各樣天然氣那些,就說那些貨架清空了,沒有優入,回家下,就輪到香港那裡,嘩,市民不知道幹什麼,掃鬼了些東西,於是乎,有些市民就不明白了,又不是打了幾日風,幹什麼,不斷搶購生活物資呢,其實背後反映著什麼,是有兩個可能, 第一,就是超市方面呢,他們補貨慢了,為什麼補貨會慢了呢,沒有人想這件事的,超市補貨慢了,他不會說你聽的嘛,但是,你看到颱風,跟著電壓罩降,你看到颱風,跟著超級市場呢,那些東西沒有了,於是乎,你又覺得一定關過風事,可能不關過風事呢, 只不過是借題發揮,平時呀,你做這些事情好過眼的嘛,趁颱風的時刻,走過來做,那電壓罩降,都沒有人會質疑你呀,那以往山竹過來的時候,為什麼又沒有電壓罩降呢,以往颱風來的時候,為什麼又沒有搶購一空呢,這些是到底結構性的轉變啦,還是市民真真正正, 那當然,有個陰謀論的,就是講著,上回呀,他這樣打風發,那些市民呢,就是放少日假哦,原本,俄權策掌,打算有一個日假放的嘛,那今回啦,又不放回狗,於是乎,瘋狂出去,就搶購了這些生活物資,喝多幾罐冰凍啤酒,如果是這樣,天文台就任重道遠哦,如果明天,你六點鐘的時候,聽到,所有風球除下,那你說會怎樣啦, 那就算不是六點鐘啦,你上不上班那些,我想他不太管的,至少開市前,風球就一定除下,所以怎樣都是,就是他最多不用你上班上學的,市都還是要開的,天文台呀,真是天文台呀,用來做什麼的,收風的嘛,啊,看一下北京有些什麼旨意,然後呢,才決定什麼風球呢,那所以你會發現,次出反常就必有妖,啊,又要找回夏寶隆大人下來啦,咚,一些政治, 政治掛稅呀,的情況出現的時候呢,啊,你就會見到荒謬絕倫的事情,那當然,你可以歸咎於,啊,就是天文台,所任就非人,可能都是靠關係上呢,但同一時間,也有機會,那最後一樣東西啦,可能是報紙說你聽,啊,你又願意相信那樣東西,就是市民突發性那樣,突然間,啊,有種焦慮感, 於是乎,就四出搶購,那政治掛稅,不單只適用於颱風啦,林鄭月娥跟你說,信息發放有改善空間,他只是認信息發放的,他又不說,信息發放之前的那個,決定信息發放渠道,啊,那樣東西有沒有改善空間呢,颱風都有得補掛,那另一樣,跟市民有關的,啊,當然就是健康啦,政治掛稅之餘,啊,原來疫苗,啊,都可以政治掛稅的咯,就說, 話說啊,大家都知道英國那隻呢,發明那隻牛津的,就叫做阿斯利康啦,就是阿斯利康,那話說這裡,港府放棄阿斯利康疫苗,啊,陳肇始就說啦,75萬劑,全捐給那些全球獲取機制,雖然我不知道什麼是全球獲取機制各樣的,簡單說就是捐出去抽獎的咯,那但是,我想問一下大家啦,為什麼,啊,他要有這個部署啊,原本,你科興又可以的咯,阿斯利康,以及啊,鄭松泰, 他都是疫苗,那為什麼啊,香港政府,啊,特地要放棄阿斯利康呢,有沒有人答到我這個問題,你知不知道先,你完全不make sense的嘛,那為什麼你不放棄謝言呢,為什麼你不放棄鄭松泰呢,如果你講效力,那你應該放棄這個謝言啦,如果你是講國際承認度,那也都應該是放棄謝言哦,唯獨,就是如果你覺得,不需要那麼討論,香港防疫都做得好足, 那麼,於是乎放棄這個鄭松泰,啊,我覺得又ok哦,題外話,就是話說呢,啊,英國入境方面,啊,由於香港政府,是屈服於英國的那個威權,所以呢,最後都是跪低了, 說明的啦,在他那個款,哪裏夠懶對那些洋人強硬,那所以啊,他已經就在那些市民那張紀錄表那裏,就加回生日日期下去啦,於是乎,你如果,啊,有接種鄭松泰的話呢,那就可以免隔離,即是提句醒,那但是,其實我覺得呢,隔離10天,啊,都是很hanking的事, 此其一,你是省了day 8那個啦,隔到底,其實大家一樣的,那當然啦,計我說呢,其實接種了鄭松泰的,反而我覺得應該是隔離才是這樣的,因為那些人呢,很明顯是自覺自己是比較上dirty的,所以才去接種的嘛,而且,條命呢,啊,可以拿來做一下數據,所以才去接種的嘛,甚至乎可能好像Happy 8那些那樣,想去跳舞一番,所以才去接種的嘛,是啊,我一向都有偏見的,那所以英國政府啊, 理論上應該呢,就是沒有接種的,才免隔離,有接種的應該隔離21天,啊,不過有它啦,啊,如果我做健康大臣,我就一定敢做,不過,對我來說是沒有影響,那就是這樣的啦,就是經常都說啦,到他真的公佈的時候,啊,啊,你才秤都不遲,你就自己秤一下啦,10天隔離,再加多個day 8的test,你接不接受到,那其實,如果你隔山租樓的話呢,肯給半年租,以及,啊,有人幫你租啦,當然,那你頭半年租, 半年住在這裡啦,你簽6個月,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問題的,有問題,那你就半年後才走啦,都不會是大問題來的而已,我這樣想的,啊,當然你play safe的,一切都要非常之穩陣的,啊,那就幫不了你, 怎麼都要冒險的,有些事情,你到他真正實施,啊,就不要怕定先,好啦,現在跟你說,真是要隔離各樣哦,你才考慮都未遲,浪費啦,又說8月底之後,啊,又沒有那些不知道什麼鄭松泰各樣,又說什麼要自費,到最後啊,你見不見到,全QBO都只不過是出口術,我經常都說啦,那沒有啦,如果你真是怕的,那你不如,就是跟我度身訂造幾隻公仔,啊,反正都是啦,是不是,為什麼不怕定先呢? 甚至乎,啊,可以度身訂造啊,就是量下各下的長度、闊度,一個四方盒,剛剛好,啪啪啪啦,說回租樓先,為什麼說隔山租樓呢?很簡單,你租完,啊,你最多啊,就是你反而可以定個期,例如,你明年,我當你一月入境,那你隔山租了樓啦,那半年啦,那你就訂機票咯,一月咯,提緝緝去咯,那十日隔離,啊,你只不過,住在那間家裡的而已嘛,有個鬥口,啊,拿起點東西吃, 那就完美啦,那我都知道,有一水呢,啊,就是講你那些子女要入學那些,好像有個叫林子博的嘛,他都說很難找學校那些東西,那有子女呢,啊,就是要麻煩一點的,就是可能差一兩年了,所以最好都是,你七月離校,那個檔期,那跟著八月到步,那就完美啦,下年啦,下年就不知道了, 那名女呢,啊,就是講給你聽,阿斯特沙尼卡他們買完,就是他這句很沒有說服力的,根據陳宵淺的說法,啊,沒有改錯他的名字,啊,他就說,香港已經合共採購了1,500萬劑疫苗,包括這個謝賢,和鄭松泰,足夠全港市民接種,這樣說哦,由於啊,那個疫苗供應理想,啊,疫情又穩定,所以呢,已經跟這個叫做阿斯特沙尼卡,那達成第三方協議,就會將之前 採購的七百幾十萬,阿斯特沙尼卡,全部都捐了給那個中低收入,那個經濟體那裡,那如果你最初沒有想過動用這件事的,那為什麼你又要採購呢,這件事是我不明白的,唯一可以解說的呢,就是,本身,啊,他們都想著,買了這隻東西來,啊,那就完美,但是突然間,就有人跟他講話啦,你知道什麼叫政治操作,啊,猜的,啊,沒有證沒有句的, 啊,猜猜一下的,我沒有那麼多風修啊,啊,風修都不錯啊,啊,就是秋季風修啊嘛,那既然,北大人有消息下來的時候呢,那你說會怎樣啦,為什麼突然之間呢,阿斯特沙尼卡,這隻東西,他就被關掉了,原因因為,啊,不關乎效力各樣,而是英國方面的那個承認問題,如果,啊,你是由那間這樣的,復星醫藥,去代工生產,還是代理啊, anyway,總之呢,啊,都有少許問題, 那結果,人家,即使認你,給你入境,都未必認你那張針紙,啊,也所以,啊,如果,阿斯特沙尼卡就另一回事,因為,啊,英國本地生產的嘛,那結果,你拿著這張這樣的東西,逃使去英國,啊,是不是就手很多啊,所以我之前,啊,一直都有少許偏頗的,對於那隻鄭松泰來講,呢,我真的一般了, 嘩,寧願,因為香港疫情又不是很嚴重啊,我都是這樣說,我是非常鼓勵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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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還有你,啊,快點走去接種,達至群體免疫,而且,科興啊,是根據中國人的體質設計的嘛,副作用,啊,又比較少,説什麼,蘇維德,不要吵啊,他是個別事件,好嗎? 不過,也不知道是不是的,哎,大家不要亂猜啦,總之,阿斯特沙尼卡就不同了,英國製造,那結果,哎,人家一說,嘩,加下,我想問了,750萬劑送給你的,誰埋單,這些,就叫做政治操作咯,哎,不過這麼說,太政治化這些東西不是很好,我討厭政治,嗯,就是這樣,好,今天講到這裡